在加拿大有这一位非常有名的 Eenuk族的猴鹰歌手 他的名字叫做Tanya Takak 这位歌手在最近还夺下 今年度的北极新奖 这个奖是由加拿大音乐评论人 所共同颁发的奖 这位歌手就是以Eenuk族 或Eenuk族女性很传统的 猴鹰的唱腔 藉由保存传统 发展出很新形态的曲风 在过去这几年 他的表现广受好评 不过就在日前 这位歌手引起环保人士的抗议了 因为Tanya他作为公众人物 在他自己的脸书 PO了这一张照片 这是他自己才刚刚出生的孩子 但是旁边就躺着一只海豹 这只海豹被杀死了 而且还看得到海豹的血迹 就是现在这张照片 引起环保人士 对歌手Tanya的抗议 环保团体当然就认为说 这太过血腥了 怎么可以杀海豹呢 不过对这位歌手来说 吃海豹 使用海豹 一直以来就是北极圈 以Eenuk族人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传统 不会过度捕捞 跟大自然共存 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 他认为这就是Eenuk族 很传统的融化 他认为非原住民族人很主观的把海豹 打造成好像很可爱的动物 所以就不准Eenuk族人来猎捕海豹 认为这是一种霸权 所以这位歌手就po这张照片 表示说他支持猎捕海豹的活动 因为他是一个Eenuk族人 他尊重自己的传统 不过这种很强烈 去殖民化的行动 让这位歌手跟动保团体的关系 陷入空前的紧张 甚至他还遭到威胁 他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穿透力十足的歌声 一上台就光彩夺目 在这一晚 这位Eenuk族猴鹰歌手 不仅抢下所有观众的目光 还夺下了当晚的最大奖 这是年度北极新奖 每一年由加拿大的音乐评论家所颁出 已经成为加拿大最享誉盛名的音乐奖项 在颁奖典礼上 这位歌手用甜美柔和的声音 毫不保留地用强硬字眼 回应对动物保护团体对他的批评 会在颁奖典礼上 有如此激进的言论 都是因为这张照片 Tanya将自己的宝宝 放在刚被杀的海报旁边照相 并且上传到网路 以表达对Nunavu传统海报产业的支持 这张照片对Nunavu人来说 无害又可爱 但对其他人来说 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也因为这张照片 Tanya收到死亡恐吓 Tanya以万物有灵论 这张专辑夺下北极新讲 专辑呈现强烈的 Nunavu族族既是传统 也就是从自然万物中看见灵性 万物有灵论这张专辑 也是要特别献给Loretta Saunders 一位在圣玛丽大学就读的 Nunavu族学生 在今年二月时被室友杀害 这起不幸的事件对Tanya来说 特别有感触 因为她也曾经离乡背景 到Halifax读书 从偏远极圈地区Nunavu 到加拿大最有威信的 音乐奖项之一 这一条路并不好走 但Tanya做到了 在颁奖典礼上 她所展现的 不只是对音乐的热情 更透过强烈的音乐风格 表达对族群传统的执着 记者Duki 陈明文 编译